在西九龍發生的火警 駕派在小巴站的專線小巴 車頭位置嚴重焚毀 消防員不斷向車身射水灌溝 事發於凌晨1點多 駕停派在西九龍 原方商場小巴站的專線小巴 著火焚燒 消防到場舊息 而機鐵站內幾十個職員 就一度要疏散上街 火警中沒有人受傷 另外在凌晨12點多 在沙田九土山麗平路 一天怕在路邊 沒有掛車牌的私家車 著火焚燒 消防接報到場舊息 整架車就燒到剩下車殼 經過消防調查後 認為這兩宗火警 起火的原因都有可疑 要家後警方跟進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鄭漢成報道